你知道你正在热衷的运动项目 可能正在加速你的膝关节老化吗 你知道如何让你的膝关节变得更结实吗 运动专家教您如何要运动不要损伤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是哪里呢 给大家先来看看这张图片 有没有清楚的 我们看到这都是应该说在篮球界上 鼎鼎有名的一些特别著名的运动员 像韦伯 艾弗森 还有我们特别喜欢的姚明 王志志 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 落地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膝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你看那么痛苦的这个表情 很多球员呢就是因为这个膝盖受伤了 不得已提前终结了自己非常辉煌的运动的生涯 那这当然是一些专业球员容易出现的问题 但是回过头来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各种各样运动带来的伤害 膝盖呢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篮球容易伤害到膝盖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您经常做的 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膝盖呢 来 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您是否了解您经常做哪一项运动 也是最容易伤害到膝盖呢 也给大家提示一下 下回您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应该格外地要保护膝盖 是打羽毛球啊 打乒乓球啊 还是跑步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这个我只能用排除法了 羽毛球和乒乓球都是属于小球类运动 他们活动的时候都是需要很灵敏 反应很快的 咱们昨天说了 羽毛球是特别容易伤到脚踝的 乒乓球估计也是容易受到脚踝的受伤 我觉得跑步是不是应该 特别容易冲击到我们膝盖呢 因为它肯定有这样一个 弯曲的一个动作 要不停地弯 不停地弯 所以就会磨损是吗 是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看一下选择 接近一半的观众选择的都是跑步 那看来可能我们生活当中 的确是有一些人跑跑跑 就发现 这个关节开始疼了 这个膝盖不光疼 有的时候还会发肿 那是不是就是最容易 引起膝盖损害的运动呢 我们对应一下 主要是什么呢 并不是跑步 而是打羽毛球 那为什么打羽毛球会这么严重地伤害到我们的膝盖 而且我们在平常啊 这个做打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时候 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膝盖呢 还是请出运动专家 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 侯士伦老师 欢迎侯老师 您好 侯老师 欢迎您 侯老师 那在您的这些学生们当中 他们肯定有羽毛球啊 还有一些篮球的高手呢 真的是在打完羽毛球之后 膝盖是要比像跑步啊 打乒乓球更容易受到伤害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们医院门诊里做的统计里面 比如这个人习惯性受伤 来医院记得来看病啊 然后呢 有两类比较多见 一类呢 是老年人 它通常都是慢性损伤 那如果说急性损伤的话呢 去调查它 到底是因为什么运动 它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有30%到40%的人 是因为打羽毛球 出现了膝盖的急性损伤来救证 那么高啊 30%到40%啊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 出现的这些项目呢 都有可能出现一些 膝盖的损伤 比如说第三个 跑步大家选的最多了 如果你是说长跑 或者说这个人跑步姿势 不正确的一个跑步 它发生的几率 也许跟羽毛球还能拼一下 就是长跑的话 它是一个量的刺激 不停地在摸 那不正确的姿势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一个错误动作引起的问题 所以它是这个 一般通常讲的这种量 不是特别大的跑步呢 习惯性损伤呢 远远的还没有 你指的就是正常情况下 打羽毛球 而且是正常姿势下 也会容易伤到膝盖 对 你理解得非常的对 但你昨天提到 说打羽毛球 主要是因为 那个力量大的时候 脚踝会容易崴到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吗 那为什么这个膝盖 也这么容易受伤呢 这个好多观众 可能就不太理解了 那这个是由于膝关节的 基本的一个解剖结构 来决定的 咱们这有模型 您可以落座 先落座慢慢给大家介绍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解剖结构 这是正面 然后呢 这是内侧 这是外侧 好 你看 西关节在直立的时候呢 外侧有一条韧带 外侧缝韧带 就这边 对 那西关节的内侧呢 也有一条韧带 内侧缝韧带 好 但它在直立的时候呢 它是紧张的 看到吗 它是紧张的 那如果在屈膝的状态下 大家看会怎样呢 是松掉的 对吗 这个韧带是松的 搭了下来的 是松弛的 好 松弛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韧带 您觉得这是干什么用的 大陆萨村 弯不下来啊 不是 它得是 就是怎么讲 固定位置啊 否则两个骨头就活动了 对 它是为了维系 西关节的稳定性的 固定的 对 所以我们就想象一下 当西关节弯漆的时候 它松了 它还有固定的作用吗 不稳了 所以它出现了 西关节的不稳 西关节不稳的情况下呢 就容易发现 发生各种各样的损伤 所以这就是说 很多要求我们 在屈膝的状态下 发力 转体 去做一些技术动作的 这样一些项目 都会有西关节 容易出问题的 这样一个情况 对 昨天其实啊 咱们在这个 讲踝关节受伤的时候 也就是您崴脚的时候 咱提到了 正确地 要做好冰敷 也就是能够减缓 肿啊 疼啊 热 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有很多的讲究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第一步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来着 第一步 还记得吗 绘图 找找点 小林真的是流心细节了 但是昨天记得吧 大侧是亲身体验了 这个整个的过程 没错 你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 好不好 其实受伤部位的 处理的原则 都是一样的 昨天处理的是 踝关节 就是崴脚了 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是 膝关节受伤了 大家也来帮着大侧 一块来回顾一下 他做的这个方法 程序是不是正确的 好 大家打算 还是要把这个换支 也就是受伤的腿 拿上来 你们这么倒霉 好 这么多的东西 大家说第一步 应该是怎么着 来着 冷却 喷药 对 我们的艾技特别好 对 穿库都已经不喷了 今天 如果家里边 要是有人经常容易崴脚 或者受伤的话 应该常被一个 就是运动员 受伤的喷喷的 那个冷喷剂 然后呢 没有 然后就开始包了 包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弹力呢 要弄到这个80% 对 就很紧 很紧 很紧 让它没有什么余地 可以再松起来 然后多缠几圈 缠得要漂亮一点 大家说这一步骤对吗 第二步是包 对吗 嗯 包扎 等一下 然后呢 对 这个没有 没有那个马蹄的棉花了 没有那个 没有U型 就是这样包是吧 可以了吗 你觉得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粘了 好 粘到这儿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冰敷了 小冰袋 对 但冰袋呢 里面一定要加点水 让这个冰呢 可以稍微融化一点 然后形成冰水混合物 这样它的这个面积 也会更大 大家说对吗 对 第三步 对 对 对 现在终于该到冰敷的时候了 你怎么辣了点什么 好 辣了什么 冰敷了 冰敷呢 就不能时间太长 20分钟 然后我们就 隔多长时间来 隔20分钟 隔40分钟 一小时弄20分钟 对 然后呢 对 就弄弄弄弄弄弄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可以拿冰棍啊 就是咱们买的冰淇淋 给它揉碎了 揉碎了 也可以代替这个冰袋 对 这个是很专业的 下一步呢 然后就可以弄点东西吃了 我就点体力了 我们还是让侯老师 到台前来 我觉得还是应该 表扬一下大厕 实际上昨天 他就学了一下 今天就绑到 我觉得有模有样了 所以我觉得你昨天的观点 不太对 他说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不想学 他实际上就看了一遍 他就完全学会了 尤其是在我们观众的提醒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法呢 它都很重要 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冷喷 我听有一个阿姨说 冷喷 这个东西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 规律体育的爱好者 就让你就买一块吧 它比你那双运动鞋 便宜太多了 一百十块钱 对你的帮助呢 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是冷喷 但实际上大厕 刚才绑的这个 只有两个问题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 精彩继续 你知道你正在热衷的运动项目 可能正在加速你的膝关节老化吗 你知道如何让你的膝关节 变得更结实吗 运动专家教您 如何要运动 不要损伤 不要损伤 尽情关注 好 这里是由 无限于独家 关明博社的健康之路节目 第一个问题呢 是膝关节损伤的时候呢 我们绑的时候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 它是一个外侧的韧带受伤了 那大家我们刚才演示的时候 外侧的韧带 在直的时候是紧张的 还是松弛的吗 松弛的 直的时候是紧张的 是紧张的 那稍微弯的时候呢 它是松弛了 所以我们要弯 但是不能弯成这样 弯成这样呢 它没有办法活动 而且绑的时候 这个压力很难加得进去 那怎么办呢 这边是个小角度 所以我们是一个微微弯曲 微微弯曲之后呢 我们做到了一点什么呢 损伤的这个部位呢 它是松弛的 然后呢 它这个部位呢 我们还能够很平均地 把压力加上去 剩下的就是操作 所有的绑扎 都是应该从肢体的远心端 向肌形端来绑 就是从这边往这边绑 因为 先从脚下 对 因为静脉 回流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从这开始 你看我们从这开始 对 搭扎盖一开始 直接上中间这个膝盖 从冰骨的下转来 对 然后呢 层层叠加 每次叠加二分之一左右 这个膝盖也要很紧吗 要很紧 也有80% 它是80%到90%是可以的 这的确是比我刚才绑的还要紧 一个手操作 另外一个手可以去帮它 帮什么呢 尽量地让它平整一点 现在的褶皱 是因为它的裤子倒出 对 太厚了 我们要把它绑到冰骨 以上的这个部位 对 您提到就是 避免它重的太厉害 然后在这个重点 损伤的部位 可以再绑几圈 难怪人家弄这么长 是有固定这个标准的 对 正好一脚用完 不用剪掉 然后我们用胶布 把它固定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上冰袋冰敷了 后面的步骤是一样的 大色做的是正确 对 做得非常好 好 谢谢郝老师 又教给我们一遍 您看刚才咱们提到的是 像打篮球啊 或者是比较激烈的 打羽毛球 跑步都有可能会伤害的 膝关节 但是可能对于 大多数观众来说啊 您是否留心过 您爬完身之后 也有可能膝关节会不舒服 有没有这样的观众 有吗 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一下 我看看有多少位观众 那我们问问52号的观众 您能给我描述一下 您爬完山哪个地方疼的是最严重的 我就那个冰谷底下有点 我能指是这儿吗 对 对 对 指得准吗 对 还往下一点 还要再往下 这儿 对 对 就像有一个小窝那个地方 那儿疼得严重是吗 特别严重 您能给我描述一下 疼到什么程度吗 那就疼得来 就是用手按一下 稍微舒服一点 如果不按的话就很疼那种感觉 会持续多少天呢 休息个两三天 基本上就可以 所以您和这位观众提到了这一点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爬完山之后 就这个地儿 特别明显地疼 而且这个疼啊 咱们连走平路都可能会疼 是吗 而且持续会两三天的时间 那您说这个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韧带受伤吗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爬山这个项目呢 它引起的问题 通常我们称为 就是另外一种问题 我们叫它慢性老损 或者叫过度使用 实际上呢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退行性病变 这个词听起来 好像有点复杂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呢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它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兵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我把它翻过来 这个兵骨是这样的 然后呢它跟我们的上面 这个兵骨是软骨是吗 不是硬硬的骨头是吗 它是软骨 软骨里面是软骨 它软骨呢才能有一些缓冲的作用 你看它跟这个骨骨呢结合在这 它就可以减少这个肌肉 跟它的一个摩擦 所以有这么一个结构 你看它会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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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随着这是一个零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个人都会摩擦 这个软骨大概相当于这样 内侧的这个面呢 它就会不断地摩擦 而软骨的修复能力呢就很差 然后慢慢地它就不行了 磨坏了 垫磨坏了 垫磨坏了 而登山这个运动呢 登山大家想象一下 它不都得屈膝的状态下完成吗 对 而且还得屈膝还得用力 还得使劲 你看屈膝还得用力 这个磨损呢 它就更严重了 所以登山这个项目呢 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膝关节的冰骨软骨 被内侧的这个软骨 被过度地使用了 那我有的同事啊 他们现在就每天坚持长跑 我就说五公里都是少的 坚持下来有跑八公里的 十公里的 甚至还有更多的 他们也经常会跟我说 就是经常这个地方会啃 那是同样的问题了 是吗 长跑也容易引起这样的问题 对 这是同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它们两个刺激导致的这个因素呢 由小有区别 登山是一个强度的刺激 当我们在屈膝的状态下 膝关节在屈膝的状态下 再去发力的话 那冰骨承受的力量呢 是平路行走的五到六倍 是体重的五到六倍 你乘一下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原来它承担的是体重 现在要乘个五或者六 而我们常跑呢 因为它跑的是距离 它屈膝没有那么厉害 承受力量也没有那么大 但它跑的 刚才您朋友跑了多远 八公里 我们同事就每天都跑五公里 八公里 十公里 甚至有十三公里的 对 每天 然后我们就得成了 一年有多少天 所以它是一个量的刺激 它是一个量的刺激 一个总量的刺激 也足以把你这个 这个冰骨内侧的软骨 过早地损坏了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的 跑步姿势是不一样的 这个磨损的程度 是不是也不一样 比如说跑步姿势 比如说不太正确 会不会对它的磨损更厉害呢 是有影响的 跑步的姿势呢 对于我们膝关节的影响呢 是非常明显的 要不我们做一个动作看一下 好啊 这有明确跑步 这有好看不好看 有什么正确不正确 你跑步肯定就这么跑吗 有什么正确之分呢 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构造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减震结构呢 就是你的脚 脚掌 脚掌吗 它是可以减震的 那你现在体会一下 如果跑步的时候 脚和跟前着地 这个脚还能起到减震的作用吗 谁会脚和跟前跑 这怎么跑脚和跟 这很难跑吧 有人慢跑的时候 就会脚和跟前着地的 会有 如果你是脚和跟前着地的话 这个力量就得不到缓冲 反过来如果脚尖先着地 就前脚掌先落地 就能颠儿一下 就会有 记得我们昨天讲了一个结构 叫足弓是吧 对 这个足弓就能发挥作用了 所以我们跑步的这个姿势 落地的这个姿势很重要 还有的人 他可能全脚掌着地 跑起来啪啪的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一个缓慢的过度压上去 和直接一个冲击力 加在这个足弓上 它的刺激又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膝关节 我们也本身希望它有一些缓冲 跑步的时候膝关节 要有一定的弧度的一些变化 这也是一个方面 跑步的时候膝关节不能太直了 就是这个意思 有的人跑步才小跑 跌起来是吧 它落地它是直的 这个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您准备一个台阶 让您来模拟一下 登山的真实的过程 好吗 来 第一个就是膝关节弯曲的程度 膝关节弯曲的这个程度越大 膝关节的复合越大 所以说这个登山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有台阶是吧 没错 那如果有台阶 你就一步一步地走好了 你就不要做这种 步伐太大了 大的步伐 它出现什么问题呢 它一登的时候呢 这个膝关节超过了脚尖 只要膝关节超过脚尖 这个膝关节的复合呢 这力量好重 重倍地增加 这是一个错误的动作 所以有小台阶就走小台阶 如果还有这个爬山的地方 登山的地方 它还有一些坡路 对 这边是台阶 这边是坡路 有坡路的那我就走坡路 我就不爬台阶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在下山的时候 这个下山的时候呢 膝关节的冲击力呢 比上山的时候还要更大 下山多容易 而且有的人下山喜欢怎么下 我很久没爬过山了 他喜欢蹦着下 粗溜着下 对 对 这个腿弱 是直的 这个对膝关节的 这个损伤的影响 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呢 下山的时候啊 你要把这个动作呢 做完整了 甚至我建议呢 这么侧着下 为什么要这样呢 侧着下 这不容易变到吗 你累了换另外一边 顺带着练练侧边的肌肉 但是这样呢 就避免了什么呢 避免了对膝关节的这个问题 膝关节这个 这个承受力是很大的 它比这个登山的时候 更容易出问题 还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方向了 有人能力比较差 它不平衡 偏向内侧 不对 偏向外侧 也不行 你是直的 但是呢 这个膝关节 不要超过小尖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缓 这个运动 对你膝关节的影响 但是我还是依然 希望大家记住我 刚开始说的 我的基本观点 不太介意 我不认为登山 是一个可以用来做 常年的 规律锻炼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对膝关节的影响 太大了 好 非常感谢 侯老师给我们的演示 昨天我们在讲 这个怀关节 要是容易受到伤害的话 崴滑了 有一个什么动作来着 大家还记得吗 把脚转立 对 筋肌独立 然后最好呢 是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来读炼我们的 怀关节的稳定性 要是能闭上眼睛的话呢 就更好 你看我通过锻炼 已经提升了 那对于这个 吸管节来说 如果有人经常容易受伤 有没有一些 同样有这个作用的 一些动作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 之前谈到过的 一些训练类似 就是我们要主动地 去练习一下 提高一下它的能力 那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对我们的吸管节 也是有帮助 那咱们就来看看 做什么样的一些运动 很简单 但是呢 就可以帮助您来 更好的保护吸管节 避免您出现这种 运动损伤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您是否清楚 那么经常做哪个动作 能够真正地 预防吸管节受伤呢 是做这个蹲起 就是手背在后面 然后这样不停地 蹲起 还是要蹲马步 像这样 扎个马桩啊 还是要压压腿呢 您把腿抬高 这样不停地压一压 到底哪一种方法 更为合适呢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先来进行选择 我就真觉得 这三个都挺不靠谱的 因为蹲起啊 和这个爬楼梯 没什么区别 也是在这个膝盖运动 蹲马步更是 这时间长了 对这个膝盖 也会有损伤啊 相比而言 这压腿是吧 还稍微靠谱点 直的嘛 你想压腿 让那个韧带 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 这样可能会 让它强壮一些 下次弯曲的时候 它能使上劲 是不是这意思 压压腿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 我们现场观众们的选择 来看大家的意见 选的比较多的呢 是来吧 给你一个支撑物 来压压腿啊 大家觉得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锻炼 我们的肌肉也好啊 或者是韧带的力量也好 是不是这个方法 是最为合适的呢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如果你闪了腰 正在疼痛难忍时 你知道如何才能够缓解吗 我们做一个健位的侧斑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就是一个办法 运动专家教您 如何要运动 不要损伤 敬请关注 好 这里是无限级 独家关明过去的 健康之路节目 提到保护膝关节 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啊 有的人呢 干脆不爬山老 或者是我干脆不跑步了 当然呢 这样的话也不行啊 还是应该选择一种 适当的锻炼方法 这个简单的动作 我们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压腿呢 哦 马步啊 是选的最少的那个 叫蹲马步 貌似简单的蹲马步 是不是像你想象的一样 咱们只要扎个马装就行了呢 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那我们先请出 侯老师的学生 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 小周同学 欢迎小周同学 也要请侯老师到台前来 好 先让小周同学 帮我们演示一下 怎么样的马步 才能够真正保护膝关节 小周同学 特意穿一短裤 然后这有什么样的动作要领啊 这个 确实挺难拿的 第一个标准 就不管你怎么蹲 这个冰骨 不能超过脚尖 这是第一个原则 大家都可以站起来体验一下 这个动作其实并不好做 我原以为扎马步是蛮简单的 就这样就行了 其实不然 我只要想做到小周同学那样 我首先站得有点吃力 这是你膝盖的这个头 大腿另外要和地面要尽量保持平行 不能超过脚尖 你们坐一下 大家都来体会一下 想做并不容易 把大腿要和地面转出平行 还有平行 就完全要蹲下去吗 对 这是一个较难的 如果你坐不到平行 就先平行也可以的 你在整个身上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再来一下 大家看一下平行是什么概念 好 第二个要点 我们大家看一下它的后背 平行 后背是平的 我的天哪 不能撅屁股 不能撅屁股怎么平行啊 这样 后背一定要平 好累 你这就决定了太厉害了 它是靠身体往下做的 如果说这个难度呢 从一开始你可以低一点 但是逐渐地呢 尽量地去跟这个地面去找平 那这个训练呢 它是很有意义的 刚才小林说了一个问题 这个对膝盖损害也很大 其实不然 我们说的都是动力性的 动起来才会磨是吧 它是静力性的 保持一个动作 这个经历性的练习 练习的什么练习的 是大腿周围的肌肉 大家觉得难吗 有难度啊 所以这就很难坚持啊 我刚才要想做到 小周同学这样的话 我都觉得我这两条腿的肌肉 快舌掉了 所以我给 好疼啊 觉得难的这个叔叔阿姨 或者在座的朋友呢 电视机前的朋友 来介绍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靠一个球 第二个瑞士球吧 大球 就是电身球 就是气壁人 可以 有弹性的那个 对对对 靠在墙上 好像你没有认识球 这边是一堵墙 你把这个后背 靠在墙上就好了 能想象出来吗 想象不出来 好 现在我是墙 现在侯老师是墙 我们看看小周同学会懂作 有一个支撑就OK了 就是背要贴到墙上 对 它靠在墙上了 然后同步也要贴到墙上 对 难度就降低了 来 我是墙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吗 我们这一拳靠谱 家里有墙 或者是有门板 所以你们可以尝试着 可以感受一下 互相背靠背的 做一下 它就会变得容易了 关键是锻炼哪里 我觉得好像就这个地方 好疼啊 对的 是前群肌肉 主要是股四头肌 加强这个地方的肌肉 然后也能够保护膝关节 对 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膝关节的稳定性 靠什么呢 靠韧带 内侧腹韧带 外侧腹韧带 十字韧带 包括我们的冰件 还靠什么呢 周围的肌肉的组织 肌肉发达 这些软组织呢 对它的包裹 一样对它的 膝关节的稳定性 是有意义 那我们看看在家里 咱们能够记住 什么样的一些 生活用品也好 或者是健身器材也好 更好的来加强 我们膝关节的 这种稳定性呢 我们还是看看 何家博士 和我们非常强壮的 小周同学 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好的 小季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用弹力带 进行膝关节的 抗阻力练习 同样呢 我们也是请小周同学 来配合我们的演示 来 那这个膝关节的 抗阻力练习呢 同样也是 我们通过这个 宽关节的运动 来锻炼膝关节 周围的肌肉 那么我们也是 要两个人 稍微的配合一下 我们首先来 小周把这个脚穿进来 那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 在小周的这个脚踝上 绕一圈 然后呢 让他做这个 踢腿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锻炼 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保持紧张 那往后踢 大约十次左右 那我们换一个方向 现在呢 我要走到小周的后面来 好 换一个方向 然后现在他要把脚 往前踢 那么同样 也是十次左右 那么在踢的这个过程啊 大家注意他的动作呢 是保持稳定的 不能是很猛地吸出去 然后马上收回来 而是应该非常匀速的 这种运动 这是往前 接下来呢 我们要往外侧 宽关节的外展 好 这个是锻炼了 这个大腿的外侧的肌肉 好 也是十次左右 另外再来一个方向 好 往内收 好 也是十次 大家可以稍微的 再慢一点 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锻炼呢 就可以锻炼到 我们膝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肉啊 通过宽关节的运动 那这个动作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通过两个人的配合来练习的 那么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人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弹力带 比如说绷到这个床腿啊 或者是我们到这个公园里 去锻炼的时候 绑到树上 也是可以的 像这样的锻炼啊 每天坐上个十到十五分钟 每周呢 坐上两三次 那么就可以很好的 锻炼到自己大腿的肌肉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弹力带呢 在体育用品商店是可以买到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普通的松紧带来制作 也是可以 那么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我们膝关节的力量比较小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比较松的弹力带 那如果力量大了之后 我们可以循序渐进 那比如说大家看 那我手里的这个黑色的胶带 大家看一看 它的这个力量啊 更大啊 可以做一个进阶的训练 好的 小鸡 好 非常有必要 家里面要背一根这样的弹力带 或者是松紧带 来帮助我们锻炼一下肌肉的力量 要受到运动损伤的话 还得再问问男士 多问一句 就除了有可能 怀关节会崴脚啊 或膝关节会受到伤害之外 你们男士 如果要是动了幅度特大的时候 哪还容易受到伤害 跟你讲 其实这个像膝关节 怀关节这个受伤 还真是对我来讲不那么常见 一年有那么一次 就够倒霉的了 但是只要 比如说今天活动的剧烈了一点 肌肉拉伤 长期不断练 突然间猛烈一段练一下 肌肉就拉伤了 这倒是 特别常听大家说的 特别常听 又一拳一拐进来 怎么着了 肌肉拉伤 运动太大了 肌肉拉伤了 腿肌肉拉伤 可能还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 特别容易出现的 但是你有没有留心啊 真要是拉伤的话 您哪个地方 是拉伤的次数最多的呢 也就意味着要格外保护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的观众是否清楚 格外需要保护哪里呢 咱们看看 大腿的哪一侧的肌肉啊 是最容易拉伤的 您得观察一下 自己是不是经常遇到 是前面 就我们说的这条 还是后面 后侧的这一条 还是里边 大腿里子 就是这条 对应一下您自己的感觉吧 先来做出选择 对应一下选择 还真是 接近一半的观众 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大腿内侧呀 是经常容易拉伤的 先要对应一下正确的 更容易拉伤的地儿 是不是内侧呢 看一看 好 后侧 这个好像和大家的感受 并不一样啊 大腿后侧 我们只有五分之一的观众 感觉是 很少 后侧更容易拉伤 小腿后侧容易拉伤吧 大腿后侧 这喜欢劲啊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下肢的肌肉分布图 那这个是前侧 这个是后侧 这个是侧面 这是侧面 看一下 这个前裙肌肉 和后裙肌肉 大家觉得哪边 看上去更丰厚一些 这前裙啊 前面吗 前面啊 前裙肌肉 那我们在人体的解剖结构上 它就有一个特点 前裙肌肉和后裙的肌力的对比 本身它就是不平衡的 过去说呢 是二比一 现在有人说是四比三 总之是前面多 后面少 但是问题是在于呢 前裙肌肉和后裙肌肉 它叫做一对结抗肌 就是你这个腿怎么抬起来的 你还得怎么放下来 在一块使劲才行 它做的是羊 它是做的一个 相反方向的动作 而这个结抗肌的肌力呢 就要匹配才可以 那大家想象一下 它俩是结抗肌 它不匹配 它做了一个很猛的动作 但它跟不上 它俩不匹配 所以肌力不协调呢 是导致后裙肌肉拉伤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不得当 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肌肉 用的少 包括运动员在内 有的时候 它都练前裙 不练后裙 对 肌肉更容易拉伤 因为它变五比一了 变六比一了 然后这个比较更 差距越来越大 对 后裙也特别不容易练到 所以我们在肌肉的结构上来说呢 后裙肌肉呢 比较容易拉伤 这是在我们 就目前的文献研究上来看 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 像打羽毛球啊 登山啊 还有打篮球等等 这些激烈的运动 有的时候那洞子 稍微一大了 对 就感觉着 不行 趁得晃了 疼了 这就是意味着拉伤了 对 有可能 如果肌肉受伤 拉伤了 好吧 不是扭了 就拉伤了 该怎么样处理 那我们就让小林 在大侧的身上来演示一下 咱们其实之前说了 冷肤的那几步 是 但很关键一步 就是怎么样的包扎 对吗 对 直接包吧 上一回说 膝关节如果出问题的话 微微弯 不是要从底下往上包 对 先从离心脏远的地方 往离心脏近的地方包 对 所以就看咱们这些 非专业的人了 如果要是肌肉拉伤的话 该怎么包 哪拉伤呢 这里边疼 这也就是 后色疼 好 那现在从膝关节上 哎呦 那个喷的呢 怎么我一上来 那些高级东西都没了 那个可以省略掉 可以省略 先喷 冷酷 冷酷完之后呢 就要包了 看看怎么包扎 百分之八十 对吧 累得紧一点 是吗 要二分之一 好 对吧 大家觉得小林包得怎么样 挺好的 好 谢谢 那是不是要给小林 一点掌声啊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你觉得紧吗 挺紧的 她和你医生包得紧多了 真的 紧多了 你这是做何腿 所以刚才大家都觉得小林包的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先别高兴得太早 也别过早的鼓掌 因为我是知道答案的 这里面可是有一些问题的 还是让侯老师到台前来 我觉得从手法上 我觉得绑得挺好的 好的我就不夸你了 我就找找毛病尽量一下 对 这不是鸡蛋里挑糊涂 这真的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部分 去绑扎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有比较多的血管 我们需要注意血循环的问题 对 要是我们不能拉得太紧 拉得太紧会怎样 它也要血循环了 一摸脚 脊头都麻辣了什么的 这也没直血 这我手指头都快放不进去 你累了 所以我们通常 真的很紧 刚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它的疼痛的部位是一片 还是一个点 点 它是一个点 是吧 对 拉伤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一些 会用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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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这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比如说这是这是一种 像海绵一样 包扎用的一些一个简单的材料 就软软像海绵 像镜头纸 它比较软啊 就像那个丝袜一样 它比较容易撕断 那我们用这个东西呢 去做一个一个垫片 或者说就大家记得 我们上集 像昨天说的那个优形垫 对 优形垫 像鞋垫那种东西 对对对 就是它 用这种材质的东西 去捡一个 捡一个片也行 捡一个片 也可以比这个大一点 好 那我们找到了那个点之后 把这个 我们假设它是在前套吧 比较好 容易看到 它的通点在这儿 我把这个垫片放在这儿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用一个较小的力 然后给这个地方的局部 增加一个较大的压力 对 明白我的意思吗 哪儿疼 压哪儿 对 我不需要把这个 绷带拉得特别紧 但是因为这儿垫了一个东西 所以它整个局部 自然就会压力大 局部的压力也会大一点 所以对于肌肉拉伤呢 我们在肌肉部分的 这个广扎 就是我们说 加压包扎这个环节 跟其他部分的区别 主要是在这儿 我们需要加一个垫片 好 我们又学到了 谢谢郝老师 谢谢大科和小林 当然话又说回来 您最好在运动的时候 尽量保护好自己 不受到伤害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同样是肌肉拉伤的 这个问题 那哪一个季节运动的时候 就更容易出现呢 就是大家在这个季节 应该尽量地 保护好我们的肌肉 您觉得是冬天呢 这特别热的夏天啊 还是春秋不冷不热的时候呢 现场100位观众 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先请进行选择 我们看看大家 是否意识到这个事了啊 我们还是先看选择 这回选项就非常接近了 基本是各自颤到了三分之一 那是哪个季节呢 提醒您 这个季节是 冬天 好像一个冬天 各种各样的毛病 都挺多的 就比其他三个季节 更容易出现问题啊 冬天天气比较冷 现在我们谈肌肉拉伤 当然这个人就是在运动了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也会去做准备活动 冬天呢 即便你做了准备活动呢 也很难做得开 就有的时候 我们看天气冷的时候 觉得手都冻得是这样 没化开呢 它都伸不直 你就想一想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肌肉它的 它的这个僵硬程度 比较严重 它不容易达到 它在工作时需要的 那种弹性和柔耳性 所以同样的一个暴力呢 冬天比较容易发生 好